天天话题之风华资讯 由Concord Pacific 协评世博集团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 加拿大版风华资讯的现场 我是吴景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为您请来了 加拿大首签手 国际青少年公益组织的 三位中学生代表 是来自St. George的 戴嘉玲同学 王浩腾同学 还有呢 胡文俊同学 刚才三位同学有提到说呢 通过你们自己的手呢 去帮助这些病童 我们刚才有讲到 这个Case就是患脑癌的 可不可以具体的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你们是 怎么认识Case的 然后又花了多长时间 去一步一步的帮助她的 好吗 我跟刚才说的差不多 我最初是我自己去 BC厂麻疼医院 做移工的时候 从那些工作人员 听说了Case的病例 所以我就是 我从那天起就跟我爸爸开始谈话 说能不能起一个组织 能帮助这些小孩 因为我觉得我和Case是一样的 但是我每天都可以去学校啊 玩体育啊 然后Case必须每天都要去医院检查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公平 所以我觉得能不能有 从一些方式能帮助这个Case的小孩 所以我和我爸爸妈妈就 就搞了一个 资产机构 就是手牵手 所以我们就通过手牵手 可以开始筹款 然后做 每年做一个音乐会 能 筹到大概 一万六千多是今年的我们筹款的记录 所以你这个一万六千多都是同学 都是年轻人捐的吗 对 大部分是捐款 有一些是门票 有些是门票 那Thomas你有什么感触呢 当时看到Case的时候 刚刚看到Case 因为他也跟我们一样有年纪嘛 然后呢 他差不多六月 六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病了 所以他通过13年的痛苦治疗 然后呢 所以我也很感动 我记得当时音乐会的时候 我也有去 当时看到他Case好像抱着我们 特别是又 就感觉心里面真的是感慨万千 那安提给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你心里的感受 我记得让我挺感动的 因为他是 他就是做过好多手术 他活得不是那么开心 他做过好多手术 但是还是很开心 我觉得挺让我感动 而且当时我们看到这个Case 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其实传递的一个 是非常非常一个正面的一个 一个信息 要给大家说 即使你看他从六月大的时候 就开始经历过无数次的这个手术了 那你们作为同龄人 刚才三位同学有谈到说 你们自己可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可以跑可以跳 爸爸妈妈可以带你们去任何的地方 那他不行 所以那接下来你是希望说 可以通过Case的这个例子 怎么样去发动更多的同学来加入你们 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新的手牵手的网站 我们就是用Case和这个4月 今年4月18号的音乐会当主题 然后我们会用这个网站来做一个 advertising的平台 所以原来就是能希望用这一个 能那个请更多的小孩 能帮助我们这个组织 所以我们能帮助更多的 讲到邀请更多的同学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说 现在大概有多少会员了 现在大概有56个会员 来自10个不同的学校 像是St. George's Colinwood Let's Point Grey Yorkalus等等 那主要都是一些私校的学生 对 那你们到这些学校是怎么样 去跟他们宣传的呢 是通过这种联谊的活动啊 还是说通过网站呢 是从网站和活动 我们偶尔会去别的学校 他们每个礼拜都会 学校有集合谋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 机会能宣传我们的club 然后每次宣传完了 都会有 都会给我给他们说 我的email和网站 所以他们能去我们网站 能看 还有能 如果想要加入的话 能email我们 那Tonelz平时你也是 每天要花一两个小时时间 做research 来回复这些 这些问题啊 或者说他们有给你发email 这些吗 对 他们差不多得发 差不多有10个email 一天发10个email 然后他们都想加入 现在差不多得 有100 200个人要 想加入我们 那给我们分享一下说 比方说你收到这个email 你觉得他们说的最有趣的是哪些问题啊 还有就是说你 你可能会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嘛 那不是不见得是每个人申请 你都会收他 那这个评判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评判的标准就是 他们必须得特别想 就是从心里想去加入这个 这个活动 然后呢 帮助人家 然后也帮助人家 帮助人家 如果就 如果只是要加入这个 然后就写到这个 申请大学的表上 我们都会说不行 如果要是真正想帮助的话 都会说 那你怎么去判断说 他只是想要 比方让你们要一个推荐信 我回头申请大学比较容易 你怎么去判断他是真是假呢 有些写的 我就是觉得 太功利性了 是吗 我就是他们有些说 我你看我已经是帮助很多东西了呀 你看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 我觉得就是很不可能的事 有一些就是 就是想 说白了就是吹牛了 说白了就是吹牛 其实在加拿大 我们看到在加拿大长大的小朋友 你常常都看到 他可能很小几岁的时候 就去送报纸啊 然后可能他会去卖巧克力啊 或者是像我们有时候 去一些卖门口也看到 他们都 其实也是用自己的行动去做 那你们这个手牵手 除了刚才讲到这个音乐会以外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特别是这种 就是你每天可以去做的这种 我们有每天安排过 就是让我们的member 就是有每天的就是卖巧克力 或者别的商品 都能在local的food market 就是商店啊书店啊 能问那个能问他们 我们能不能那个补一份 摆一个餐可以卖东西 所以大部分时间 我们每一个礼拜 或者每两个礼拜都会有一个 能卖商品的一个机会 所以所以现在就能从那个地方 能抽款 你觉得大家支持你吗 Thomas你看你这么害羞 这么shy 不好意思讲话 你要去卖巧克力 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巧克力 要捐款给你呢 因为我得告诉他们 Casey的故事 或者我们要干的好事的故事 然后他们听了 一般都会买下的巧克力 捐给Casey 你们有没有比方说 你们几位是属于这个 手牵手 这个组织的比较骨干了 你们有没有一个 我们中国人说 你要有一个达到一个标嘛 比方说你一个月 你必须得筹到多少钱 或者一个季度必须的 有没有这么一个指标性问题 我觉得我们目标是像是 能帮助同小孩子 像是都吃了帮助 像是帮助越多越好 还是这样 那除了Casey 接下来还会有些什么样的计划 我们以后的计划 就是每年都要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大型乐会 能筹 有很多钱能送给哪些机构 需要我们的 资金 所以 那除了跟 卑氏儿童医院 会不会还去跟其他的 你讲到其他的机构 还有哪些机构 你比较感受 有可能是 Red Cross 别的医院 就是 VC Post Hospital 在当场的 所以 也有别的 那个International机构 在文革华 有 有总部的话 我们也会 比方说什么样的 International的 Unicef Unicef就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 对 其实他们有一个项目 叫这个盒子里的学校 40美金 就可以帮助 就可以在那些贫困地区 建一个学校 去帮助那些小朋友 你们有考虑过这样的 我们都有考虑 每天 每天晚上 我那一个 一个朋友 是里面都会想 今年是要去帮 哪一些 哪些人 是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都会 跟我们的 所以你们会有一个 大家的一个投票机制 也是很正式的一个委员会的 像一个董事会的这种机构 是吗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传承 你刚才有提到你哥哥 那等到他中学毕业以后 上大学之后 那么接下来就要 这个棒要交到你们的手上去了 那你们这个传承 怎么样去接呢 我们就是 Vice President 接President 那个什么 然后我们把 上一个 上一个 就是 一组的人的优点 和我们的优点 放在一起 然后 然后把 手上的弄得更完美 然后呢 交到 经典级的 安迪有什么补充呢 我觉得我也是 跟Thomas相当成是 拿他们优点 然后呢 再做 我们给那个 手上的再做好 再做好一点 那最后再请三位同学 给我们总结一下说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手牵手 另外你们接下来的 这个宗旨是什么 好吗 从Tony开始 嗯 我 我觉得成立了手牵手 是我做 做的算是一个很好的事 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我想把手牵手搞的规模 更大一些 能帮助更多人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能帮助我们 这个组织 能让 让 帮助我们 让我们帮助别人 就像 Case这个 病 这个病童一样 对 可以通过他的例子 去传递这个 那Thomas你有什么 首先说 不光是 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也是帮助 自己 更了解 社会 和 提高我们的 我们的 ability OK 好 你希望再用英文讲两句吗 我看你是不是中的有点困难 就是 train our 我们的organization scale 我们的leadership scale 我们的problem solving scale 对 好 我想鼓励更多学生来加入这个 hand in hand 公益组织 我们提供很多机会去做义工 然后能增加你的社会经验 并且你还能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加拿大 首先是国际青少年公益组织的三位同学 来自我们St.George的戴嘉玲 王浩腾 还有文俊 也希望你们呢 这个趁着这个 我们holiday season开始了 也希望你们这个筹款宏龙 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关键是要把我们这个爱心呢 给传递下去 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也感谢您呢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 继续了解更多的信息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周见